大家好我是蘋果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五个iOS15必学的小技巧 之前其实已经有做过iOS15非常详细的解说了 但是今天我特别挑选出五个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最新功能 我们现在话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功能 就是图转文字也就是原况文字的功能 不管今天是要用相机啊 或者是相簿里面辨识文字 甚至是在网页里面搜图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辨识文字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相簿里面 要怎样使用这个功能 打开相簿之后呢 如果今天这张照片上面是有可辨识文字的话呢 你会发现在右下角会有这样子一个选项 这个符号呢就是文字辨识的功能 那今天呢不管你有没有按这个按键 你都可以直接按下文字来选择 就是你长按文字 它就会把它框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取有文字的地方 然后就可以拷贝啊 或是翻译等等的都可以 或者是今天这张照片里面 如果有电话号码或住址的话呢 你只要点一下右下角的这个辨识按钮 它就会特别用这个灰色的线条把它标示出来 如果是电话号码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长按它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 或者是今天如果是一个地址的话呢 你长按它就可以直接在地图上面搜寻了 下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在相机的界面里面 如何辨识文字 今天呢相机如果扫到文字的话呢 它在右下角会自动出现一个文字辨识的符号 就是这个 点下去之后呢 它就会把文字的部分凸显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选取 那今天例如说它辨识的不是你想要的文字的话呢 你可以先点一下你想要的文字 然后它的黄色框框就会跑到上面来 这个时候再按这个按钮 它就会出现你想要的文字了 再来第三种文字辨识的方法呢 就是在网络上面搜图的时候 可以直接截取文字 例如说我今天用Google然后搜寻图片 然后我想要把其中一张图片里面的文字 截取下来的话呢 我一样可以长按这个文字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拷贝下来了 那这个功能好用在哪里 有的时候是有点意想不到的 例如说今天有人给你一张名片 那你想要拨打上面的电话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拍下来 然后点选上面的电话就可以直接拨出了 诸如此类的情况呢 就可以使用到这样子的功能 那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来讲翻译的功能 那翻译的功能呢 可以跟这个图片辨识文字的功能结合在一起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在这个 图片里面先辨识完文字之后翻译的话呢 我就先把文字选起来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翻译 我就点下去 那现在呢 这个翻译的功能是还没有支援 繁体中文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集中语言 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应该会陆续增加吧 那在翻译的视窗这边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也可以让它念出原文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知道 某个外文的发音的话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听它的发音 因为之前我有跟大家讲过说 iPhone里面附的字典是没有办法发音的 所以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查它的发音 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在任何可以选取跟编辑文字的APP里面 都可以使用这个翻译的功能 那在备忘录更不用说啦 就是今天你直接把这个文字选起来 然后往后拉 就会看到这个翻译的选项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直接拷贝翻译啊 或者是取代为翻译 这边有两个选项 那用这个方法呢 翻译真的很快速 只是非常可惜还没有支援繁体中文 那下一个呢 我们来讲一下Safari里面 标签页群组的功能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 电脑上面不同视窗的概念 那在不同视窗里面呢 你就可以新增无限格分页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帮群组分类啊 或命名 那怎么进到这个群组呢 首先在网址的地方往上滑 这个时候在下面 你会看到有一个标签页的选项 点下去 这边呢 你就会看到除了原本 最基本的标签页视窗 还有私密浏览之外呢 下面多出了一个 标签页群组的区域 这边你就可以新增性的群组 或者是你想要把 现在你正在浏览的分页 设成自己一个群组也是ok的 那设完的群组呢 就会出现在这边 那像我这边就是有帮他分类 例如说我今天想要搜寻一台咖啡机的话呢 我就是点到这个群组里面 然后这边呢 我就可以无限的去新增我想要的分页 那今天例如说我搜寻告一段落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它切换到普通的模式 那下一次我想要再继续搜寻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再打开这个群组 或者是你也可以新增你的购物群组啊 工作或旅游的群组 你就可以把一些你常用的网站放到这上面 因为之前我们习惯的使用方式 就是在普通的模式下面开非常多个分页嘛 但是那样子非常杂乱无章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到不同的群组 去完成你不同的任务 那在我们进到下一个部分之前呢 想要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喜欢这类的iPhone最新消息跟教学的话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另外呢 记得要开启小叮当开到全部哦 因为之前有观众跟我讲说 以为我都没有在发片 其实是YouTube没有通知他 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相簿里面的小技巧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这一次iOS15多出了一个搜寻辨识图片的功能 就是在右下角这边呢 这个搜寻键点下去 然后大家看到上面有一个搜寻栏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打 我们想要搜寻的东西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搜寻你的宠物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把 例如说狗啊或猫之类的打上去 输入猫之后呢 他就会自动把所有跟猫相关的照片放上来了 或者是我今天输入这个树呢 他里面就会辨识出所有跟树相关的照片 那除了在这边搜寻关键字之外呢 下面他也直接帮你分类好了 例如说今天他是食物啊或是艺术类等等呢 这边都会列出来 这边他也辨识出了起司耶 超神奇的 就是这个分明制里面有起司他都看得出来 那下一个我想要讲的呢 在iOS15之前就已经可以使用了 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而且我是最近才发现的 就是如何快速的暂停LINE的通知 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LINE的通知 一天都好几百折之类的 然后有时候会非常的恼人 要怎样快速的暂停通知 例如说一个小时呢 就是长按LINE的APP 这个时候呢他会出现有一个选项叫做 暂停提醒 点下去 然后就会跳出一个视窗 这边你就可以选择 例如说你想要暂停一个小时啊 还是你想要暂停到明天早上8点 选择完毕之后呢 你就可以暂时专心在你想要做的事情上面了 下一个呢我想要来讲iOS15被忘录的更新 这一次呢终于可以开始使用 hashtag或者是tag别人的功能了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hashtag的话呢 你就加入警字号 下面输入你要的主题 例如说我今天新增了一个hashtag叫Safari 然后打完之后呢 记得要按一下空白键 让它变成黄色的 新增完毕之后呢 它会同步出现在你的标签分类栏 那标签分类栏在哪里呢 就是你回到上一页 然后再按档案夹 这边呢往下滑 大家看到最下面就有一个标签的地方了 而且你输入过一次之后呢 它就会记得这个标签哦 也就是说你要在新的文章里面 标上你已经使用过的标签的话呢 你就输入警字号 下面它就会出现 你曾经使用过的这个hashtag 或者是你多打一个字 它也会自动去搜寻 你曾经用过哪些标签 然后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去选取 就非常的方便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标签来新增资料夹 然后以后呢含有这个标签呢 就会进到你的资料夹里面 那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回到这个档案夹的目录 然后在左下角呢 点下去这个资料夹 然后里面有一个 智慧型资料夹 点下去 这边呢你就可以去选取 你想要的标签 然后把它制作成一个资料夹了 除此之外呢 这一次在备忘录里面 还可以tag别人 或者是可以看到别人编辑过哪些地方 如果你今天这是一个共享文件的话 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一篇 跟别人共享的备忘录里面呢 如果我要tag别人的话 一样就是输入小老鼠 就是这个at的符号 下面就会自动出现这一篇 共享的成员有哪些 你就可以直接选取 另外呢想要看到 共享的人编辑过哪些地方呢 你就稍微的往右滑 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 哪一些人编辑过哪些地方了 然后它会用不同的颜色标示 例如说这边是黄色的 就是我打的嘛 然后蓝色的可能就是别人打的 再来下一个呢 我想要讲一下 语音备忘录的小技巧 虽然说可能用的人 并不是那么多 可是这一次呢 在语音备忘录的部分 你可以在播放的时候 直接略过空白的地方了 今天呢你录完音之后呢 你就按一下左下角的这个控制钮 然后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选项叫做 跳过静音片段 点下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在播放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忽略那些空白的片段了 只留下有声音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是用iPhone来录上课的内容 或是会议记录的话呢 这样子就非常的方便 以上呢就是我觉得这次iOS15必学的五个小技巧 那另外呢 如果你还有任何疑问 或是想要学的iPhone或iOS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喔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